做一個20公分 賣我3,800 到底是要怎樣 當我盤子是不是 單純的收藏 單純的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燕 那繼上一次開箱了WCF作品 上上次開了POP的PVC 今天要開箱的呢 就是兩個類別都有 有WCF也有PVC 那作品一樣是海賊王的系列 那它就是Jump商店限定的雜誌 夢之一枚的三刀流納美 它有WCF的版本 也有PVC的版本 兩款是同步做發售的 那它就是限定商品嘛 就是只有日版 然後很明顯 運輸箱上面就直接有金額跟條碼 想必購買的時候就是 直接拿了做購買 雖然我有時候也搞不懂 限定商品的定義到底有什麼 因為很多限定商品都 蠻好買到的嘛 就是你只要有預購就會有 對吧 當然說現貨要追 要比較麻煩 就是可能預購的人不多 但當初有預購的人應該都拿得到吧 對 那話不多說 就先打開來看一下彩合吧 說實在我覺得這種運輸箱 真的蠻可愛的 我希望所有公仔都有這種運輸箱 加上我有強迫症啦 我覺得統一的運輸箱 堆在那裡也很好看 就跟MegaHouse一樣 就MegaHouse的公仔都是有 統一規格的運輸箱嘛 你把它全部堆在那裡是 我是蠻喜歡的啦 所以我是希望他們可以統一一下箱子 那我們就來看彩合吧 在看彩合前你可以來說一下 這個系列 就是夢之一枚其實是海賊王官方雜誌的一個篇章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那本雜誌啦 但就是聽說它是一個篇章的專欄 它的主題就是像夢一樣的畫面吧 就是呈現一些原著中不會出現的造型跟畫面 很印象深刻就是景品有出一個卡普 追著三兄弟的造型 就是三兄弟穿著海軍 然後後面有卡普追著他們三個跑 那個也是夢之一沒出來的 踩到後面就它的依據的原土 就是納美三刀流的樣子 就是在學索隆嘛很明顯 啊這個造型呢在原著中一定也是不會看到的嘛 就像就只有這種插畫會出現 然後它是官方所做的 所以蠻有收藏價值的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沒有它不是貓貼耶 它這邊的認證是直接用幾音色的標誌 在邊開我們邊搭閒聊一下 其實這兩款作品 在當初預購的時候是有造成一個話題性的 不是因為它是限定商品 然後有多特別而造成話題性 而是它的預購價真的很貴耶 能理解780花在哪裡了 居然是用砲殼耶 好扯喔 WCF用砲殼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單價比較高 我難得對WCF小心翼翼的 不然平常我直接遞壓 直接捏 搞定它 塞進去就對了 那個底盤就是用力嘟到最後 但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這個要慢慢來 要慢慢來 我很怎麼暴力對待它啊 我已經同時組裝好大小比例了 其實組裝上算非常簡單啦 像它地台有防呆機制 左右腳的腳樁的孔洞大小不一樣 所以如果是不同方向的話是裝不起來的 算是不錯的設計 這個防呆機制 然後刀的部分就很簡單就是 裝上去就對了 那接下來就開始要吐槽這個作品了 喔 我這裡不是想說這款做得有多不好 像我一開始前面講了 這兩支的單價都是算高的 所以你作品沒辦法反應在你的價格上的話 就會讓我個人 覺得說很不值 大比例版本的話我都會一直想成 它就是POP POP的價錢 可是沒有POP的品質 我就覺得 哇 WCF版本的倒是還好啦 因為大家對WCF的標準 本來就沒有到多高 這款的刀的設計上是 跟索隆的三把刀是完全沒關係的 我原本以為它會仿造 索隆的刀的造型去做 結果沒有它的紋路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屬於三刀流納米 獨一無二的刀紋 至少裙子沒有做壞 裙子上面這個花紋 就是一朵一朵花 這個是沒毛病 裙子本身也沒事 沒有明顯的分磨線啊 然後也沒有圖歪 或者是很奇怪的彎曲 都還好 另外一個我覺得也不錯的地方就是頭髮 像我剛剛拿了另外一支 WCF的納梅來比較 頭髮的話這款三刀流納梅 就明顯做得很好 就是髮的流線啊 細節都是做得不錯的 雖然額頭那個還是很像髮片啦 當然WCF的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就沒事 至少它髮流那些都是做得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也是OK的 就WCF版本我是給蠻高的評價的 那就是要來吐槽隔壁這一款 大比利的 它如果今天是訂一種景品預購價 我會覺得做得超好 超划算 真的是非常棒 大家都要給我去收的一個作品 可是它偏偏就不是景品的預購價 甚至高得非常多 就是POP的預購價 不行不行 我在腦袋中一直把它跟POP畫上等號 但結果 結果就不是等號 成果也不是等號 他們只有價格 這個唯一的缺點 它跟POP一樣 其他都跟POP不一樣 首先就是高度啦 它只有短短的20公分高 算是非常小隻 就是很明顯在我手上就可以知道 它其實不大隻20公分高而已 我看到值得誇獎的地方 跟WCF版本一樣就是裙子 其實裙子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這一款的裙子 我也是給予很高的評價 紋路上都沒有扭曲也沒有變形 然後披風的飄逸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上面也一樣沒有明顯的分膜線 所以裙子我是給高分 高分 但其他地方就不好說了 像是我腳下皮膚的處理 就沒有到很到位 有些地方看起來有點曬傷的感覺 就是紅紅的 我不知道是我剛好這一款有 還是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我也是覺得滿明顯 就是比基尼的地方 可以很明顯看到 比基尼跟皮膚的交界處 是沒有很明顯的分離 感覺也是被上了一層羽化模糊效果 然後身體比例看起來很奇怪 覺得它那兩顆很假 不知道為什麼 幅度啊角度啊 讓我覺得怪怪的 那總結來說 我覺得這兩款作品 沒有做得不好 只是它的成果塗裝沒有反應在價格上 讓我覺得稍微可惜的點 你不能總是說服玩家說 因為它是限定所以它貴 不行啊 限定是一回事 就是你一樣這款作品 稀少是一回事 但不能因為它限定 就一開始就把它拉一個這麼高的價值 然後做成很隨便 想說啊反正大家看到限定兩個字 都會一直下單一直下單 大家都會買 我就隨便做 不能這樣想啊 不能這樣想啊 你限定歸限定嘛對不對 那就是你不要訂那麼高的價錢嘛 你便宜一點我都不會說什麼 如果這次納美的預購價是1000出 我今天這部影片絕對都在誇獎它 不然嘛 不然再退一步 再退一步來講 你也好歹做大隻一點嘛 對不對 你做個30公分 30幾公分 看了會比較開心嘛 比較大嘛 對不對 你做一個20公分 賣我3,800 到底是要怎樣 當我盤子是不是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掰掰